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有關有一對港人夫婦 八上東門 據報坐耳 即是在耳朵 結果中伏 如何中伏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據報今早有輕鐵出軌 現場挺輪盡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講各大治安消息 今次到沙田 據報沙田有一個人 突然遭到一個陌生男子恐嚇 不認識對方 為何呢? 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 先提及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港人夫婦不想東門坐椅中伏 店員遊說只需要付320元人民幣 最後連按腳 埋單近這個數字 收費和店面不符 大身對方是黑店 報導的內文提到 自從疫情後重新開關 香港人報復式不想消費玩樂 更加經常在網上群組分享各大心得和推介好去處 不過未必每個人都玩得愉快 有一個香港太太在網上群組帶身 早前她和丈夫不想東門坐椅和按腳 門面寫明 尿耳仔38元 但當兩人入到裡面光顧的時間 店員遊說只需要付320元 而最終兩人埋單竟然接近四位數字 他們在網上呼籲大家要小心深圳店舖這種手法 話說這對夫婦早前去到深圳東門坐椅 光顧一間坐椅店時被店員遊說只需要付320元 就可以享用服務 但當男士主徹底消毒後 才發現埋單要付690元 再問問對方 店員說320元人民幣是一隻耳朵的收費 女士主沒有坐椅 按腳的她在過程中 亦不斷被店員硬銷 就說不停叫你做這樣做那樣要加錢 兩夫婦完成兩項服務股後 最後埋單全數需要980元人民幣 兩人心感不滿決定和店員理論 最終仍然需要付$800人民幣 鐵文最終表示是黑店 提醒大家不要光顧 原來港人夫婦並非唯一中伏的人士 原來小紅書之上亦曾經有網友有相同的經歷 表示店員一邊坐椅 一邊又說要處理消炎 最終埋單380元人民幣 從留言看來會位人客的收費都不一樣 所謂的處理消炎也只是隨便查些藥 不少內地網民都提醒香港人千萬不要光顧這類店 事前最好在大眾點評做資料搜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北上東門撩耳朵 320元 原來320元有一隻耳朵 這樣也可以 哪有人撩一隻不撩一隻 結果600多元埋單 跟入門口說38元差很遠 另外按腳的女士主期間又不斷被硬銷 結果整個過程相當不愉快 寫上網過後不少內地網友都附和 就說這間店是核店 另外亦呼籲香港人不想如果要做按摩托骨 撩耳朵等等的時間 就麻煩做足資料搜集 不知大家怎樣看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輕鐵中屋村站列車出軌 港鐵指四條輕鐵線都需要改道 已經安排接駁巴士 報道機來問到 今天5月18日早上9點03分 警方接報一架輕鐵往屯門方向行駛 到中屋村站時意外脫軌 據報車上沒有乘客 暫時未有受傷報告 救援人員港鐵現場了解 救護車在場戒備 從網友上載的照片看到 攝氏輕鐵的第一卡車廂 後面的後輪位置偏離露軌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今早輕鐵出軌 令四條輕鐵線都需要改道 出軌的原因還要有待了解 幸好未有人受傷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沙田有一個32歲喝醉酒的男子 涉嫌襲擊兼恐嚇陌生男子被捕 受害人的臉及胸口頸部都受傷送軟 報道幾內文提到 沙田發生刑事恐嚇及襲擊案 在昨天5月17日晚上10時9時 警方接獲38歲的男子報警 說同32歲互不相識姓鄭的男子 在沙田正街因為瑣碎事而爭執 期間姓鄭的男子懷疑用手襲擊 並言語恐嚇報案的人 警員接報到長居 竟初步調查 姓鄭的男子涉嫌普通襲擊 和刑事恐嚇被捕 現證被扣留調查 受害人的臉及胸口頸部受傷 清醒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據了解姓鄭的男子身上有酒氣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認真無辜在街上突然被人指罵免恐嚇 再出手 結果報案人說臉及胸口頸部受傷 原來對方應該喝醉酒 不過喝醉酒也不用這樣 事件有待了解 跟進中相關喝醉酒的男子被捕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埔的士藏燈署返兔 司機一度被困 報道的內文提到 大埔安邦路大埔廣場 在今天5月18日早上約8時 一部的士 駛至移興各隊開轉彎時 疑似失控撞燈署 的士四輪朝天返逃 車頭撞毀 車尾雜物傾倒一地 的士司機被困車內 逃人報警求助 消防到場前 司機已離開車廂 他仍然清醒 在場接受治療 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以上至星島日報的報道 為何會撞到反肚 還要調查 司機一度被困 幸好人沒事自己爬出來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黃大仙夏村內地老翁疑似食叉燒 近喉格 昏迷送院搶救 報道的內文提到 黃大仙夏村發生近喉的意外 在昨晚7時53分 警方接報 一名老翁在龍志樓一個單位內 進食期間懷疑近喉格 救援人員港志 老翁以陷昏迷 救援職場為他急救過後 將他送往廣華醫院搶救 據了解 事主姓秦 77歲 是內地人 事發的時間正在進食叉燒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未知這位內地男子的情況 生死未預 據報是急送廣華醫院搶救 應該是吃東西的時間近親 各位老友記 吃東西的時間真的要慢慢來 另外亦提及這個情況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有關蔡天鵬瑞士案 前家姑李瑞香首次現身 滿頭白髮保釋的 步出法院 透明袋裡裝有高血壓的藥物 報道的問題到了 名媛蔡天鵬被殺害的肢解案 前家姑李瑞香 在昨日獲准保釋 在傍晚親友陪同之下 快步離開金鐘高等法院內的懲教署機留室 全程沒有作任何回應 現場所見 原來一頭的龍脈黑化變成灰白色 並帶著一個巨型透明膠袋 內裡分別裝有一瓶強身洗頭水 還有一瓶絲巴沐浴露 還有一盒治療高血壓的 美托諾爾藥物 以及其他紙張 還有生活用品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李瑞香突然獲得保釋 牽涉的是蔡天鵬瑞斯案 他一頭八發 跟之前的資料照片 跟之前的相片很不同 很滄桑 相關的案件據報 六月頭就會在法院開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了 快樂 快樂